你别再来纠缠我 也别去骚扰我外婆和我妈 你想一想 赵夫现在在哪里 到了 就前面那一片红砖瓦房子 赵春兰也许久没回娘家了 老远地看着那红砖瓦房子 说话声音都有些乌烟了 这虽然在鹰山什么都很好 但是还是想娘家呀 等到宋思源的车子一停下来 她跳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周围围着好多人 不管是大人小孩子 都热情地和赵伯庆打招呼 也有不少妇人 都好奇地看着宋思源 有人就在冲着刘真芳喊 刘二嫂 你家国庆带回一个好漂亮的姑娘呀 是不是你家新媳妇 刘真芳听到村民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模样 苦笑一声 冲着那些人连连摆手 这是家里的客人 是城里的姑娘 你们可不能乱开玩笑啊 大家都到家里做做 宋思源看到赵国庆的家里 也是一脸的惊讶 你们家里可真宽敞 这么大的院子 还养得鸡鸭兔子和猪 看着都让人特别地好奇 这种砖瓦房住着肯定很舒服 看着也干净 那肯定了 那是我弟有本事 这都是他张罗做的 特别是这位置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村 最好的一块地了 你看 那边是我三叔的新房子 这有水糖 鱼好吃得很 我们在城里经常吃到 家里带过去的鱼 那鱼肉都是甜的 赵春兰回到家里 看啥都特别高兴 他甚至跑到厨房 看家里还有啥吃的 这模样看得刘焱笑得不行 表姐 你这么馋 大姑看到的话 肯定会嫌弃我平时没让你们吃好 虐待你了 在城里你可是 天天吃鸡蛋的 我就是尝我妈做的菜 这妈妈的味道就是好吃得很 我妈做的啥菜都好吃 这不多亏了思源 要不是她开车 我哪能回来吃一口这白花菜 中午的时候 刘真芳也安排了 满满的一桌子菜 一家人都围着这桌子 坐下吃饭 开开心心的 连带一直都不咋说话的 钱印都被感染了 赵桂和赵全知道 她是赵国庆醒来的会议 对她非常的克体和尊重 让钱印有些不适应和拘束 甚至有些抗拒 国庆 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 这钱会计似乎不太喜欢我们呢 不是这样的 三叔你别介意 钱会计只是不大熟悉而已 他人很好的 心肠也善良 就是不太会说话 不太会和人打交道 赵国庆帮着钱印 向三叔赵全解释 此时钱印的心底暖暖的 觉得这个赵国庆 似乎和别人有些不同 对人是真的好 赵国庆带着钱印 来到砖瓦厂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 最高兴的是刘真才 上一次他算账出了差错 心底都是愧疚不已 这会对于钱印的到来 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欢迎 钱会计 我给你留了 厂里最大最好 最宽敞的一间房 就在咱们砖厂最中间的位置 我不需要位置太好的房子 我想要一间安静的 偏僻的小房子 能放下一张床就好 在放毛皮砖那边 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 房子前面是做毛皮砖的地方 横开过 后面都是荒地 也没什么人 特别的安静 就那间房吧 我喜欢清静 回头我还能在旁边做一个小厨房 或者重点菜啥的 都特别的方便 钱印这一开口 刘真才这边自然是满口答应 顺手把这边的账本交给钱印看 这一看 看得钱印只摇头 真是太不专业了 账目是没啥大问题 但是借账的人记得是乱七八糟的 亏得赵国庆能看得懂这样的账本 也挺不容易的 难怪他要去找一个会计 这确实不行 这里却是像赵国庆说的那样 偏僻的山里 穷 但是来干活的工人 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这里的人看起来挺实在的 账本以后交给钱印 你们也不用管了 以后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管生产就管生产 管后勤就管后勤 钱可以给钱印管 赵顺和张军都有些不放心 这钱交给钱印靠谱吗 赵国庆看出了他们的担忧 说道 你们没事也可以去查一下账本 钱过一段时间就会总一下 我过段时间回来对一下账 如果现金太多了 就交给张叔保管一下 张叔你也会管账 没事协助一下钱印 他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 行 行 大侄子 这段时间又赚钱了 嘿嘿 你回来 刚好可以算算账 看是把钱分了 还是咋弄 赵顺这回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高兴呀 这砖瓦场就像是摇钱树一样 每天源源不断地 开始给他们送钱 简直开心坏了 这一次先分了 不过后面的 我建议把路修好 再开一口摇 目前这个砖瓦的需求 会变得特别旺盛 咱们把路修好 一定要可以并行通过两个拖拉机 因为以后说不定都用拖拉机拖砖瓦 这修路很花钱啊 这 有必要吗 暂时咱们这路已经是附近最好的路了 村里人都说 我们这砖瓦场的路 比红星公社的路还好 后面这修路扩宽都很费钱 花这么多钱 值得吗 我们的标准 那条路得比印山城的一些路 还要宽 还要好 听我的没错 就这样安排 咱们目光得看长远线 你们要知道 这路要是下雨就彻底不能走了 要是这路修好了 两边都是排水沟 到时候一旦下雨或者天气不好 别的砖瓦场有砖头卖 却运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但是我们家就不一样 路好走 有砖也能运送出来 就能赚到钱 几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刘真志就来了 他从别人那里 听到赵国庆回村的消息 马上去了赵家 但是扑了一个空 就让湖南留在赵家 自己跑到砖场来了 哎呀 国庆你回来了 怎么也不和舅舅说一声 晚上让你舅妈好好的弄几个菜 你们全家都往我家吃饭 我这都专门来请你来了 你可不能推辞呀 到时候你外婆也来 你可别让你外婆伤心啊 我没去你家拜访 你就没必要来接我吃饭吧 再说了我们两家是断青的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一口唾沫一个钉 说话的算话吧 总不能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动不动就闹着玩 外婆年纪大了 你别惊动他老人家 当子女的不孝顺也就算了 还这样折腾老人 你的良心呢 好 外甥 娘亲就大 你外婆最大的心愿 也就是希望我们都活和美美的 她年纪大了 你自然也不希望她难过吧 我就是简简单单地 请你们吃顿饭而已 全当舅舅 舅妈给你们赔礼道歉 以后呀 两家肯定是要继续走动的 你外婆和你妈都在 断青 断什么青啊 你别再来纠缠我 也别去骚扰我外婆和我妈 你想一想 赵夫现在在哪里 你再琢磨一下 你自己别做得太过分 让人心生厌恶 不然弄到最后 大家都不好看 赵国庆语气很冷 此时黑着脸 这话就说得有点重 因为赵夫此事已经判下来了 才十年缝纫机 刘真志脸色一变 他马上有些忌惮地 看了一眼赵国庆 这个外甥可真狠 可不能惹恼了他 要不然好处没得到 最后给自己使半字 那可就老惨了 我只是想着外甥许久没回来 这不经济家聚聚也不算什么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说完刘真志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刘真志离开后 赵国庆在砖瓦厂四处看了一下 主要是想再选一个地方开游 刘真才一直跟着赵国庆 说着这段时间砖瓦厂的生产情况 天气凉快了 这段时间出砖的数量 比以前多了两成以上 而且大家活都熟练了 做起来也快 辛苦你的大舅 质量 质量一定要盯着 有质量不行的砖 不能卖 哪怕扔掉 都不能卖 不能把咱们砖瓦厂的名声做坏了 以后就没竞争力了 想生意一直好下去 质量是根本 国庆 现在的砖是供不应求啊 烧一块砖出来就是钱啊 所以很多时候 一些瑕疵品 大家都舍不得扔 都夹在好砖里面一起卖掉 反正一车砖头那么多 有点瑕疵品 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 买家也捏着鼻子韧下了 反正大家都这样干 红星公社那边更离谱 我们这边的质量 还算好很多的 至少瑕疵很厉害的断砖 都会捡起来不卖 或者直接当瑕疵砖一堆一堆的卖 这样比别的砖厂 要好很多倍了 不行 就算别人这样做 我们也不要这样做 现在砖瓦厂少 供不应求买家 没办法 只能尽量选好一点 但是当市场砖瓦厂多了起来 只有品质口碑好的砖瓦厂 才能生存下去 而心欲不好的砖瓦厂 则会被淘汰 关门大吉 我回头给大家开会 说一下这个事情 下午赵国庆就找到赵顺和张军 说起这事 他们两人这次倒是没反对 无数次惊艳告诉他们 赵国庆指明的方向 还都是对的 大侄子 你这一次回朝阳大队 准备待多久啊 我打算住上一两天就离开 哎呀 现在骨子已经黄了 最多也就一个星期 这些就搞完了 免得你到时候来回奔波 说了很久的分田到户 终于要来了 前世的时候 我家因为没有分家 孩子也多 那个时候一大家子人 其实也分了不少的田地 后来很多田地和好的田地 都被大伯一家抢走了 幸好这一世早早的分家了 要是集体再分田地 就是我和弟弟妹妹 以及父母的了 想来也应该可以分不少田地 而有了这些田地 会让母亲他们格外的安心 行 分田地是大事 我在家多留几天 说来 抢收盗谷的时候我也会去 我也是这招阳大队的人 顺便也把砖瓦厂的账目 让钱硬接手算一算 那就吩咐厨房多加点菜 算是今天给钱会计 接封洗尘了 这就不用你交代了 我这边已经安排了炖鸡 助于 你等着晚上吃饭就好了 从砖厂吃完饭的赵国庆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刘真芳这回坐在院子里 等赵国庆回家 你爸出去给人家做木工活了 最近几天都不在家 我这年纪大了 睡得也晚了 这和你大姐说说话 根本就不想睡 也不是为了专门等你的 妈 怎么看你忧心忡忡的样子 你有事吗 这次村里要分田地了 我想让你在家多留一段时间 顺便等分了田地再走 这田地 是咱们庄稼人的根本 虽然说你现在有点钱了 但是这田地不能丢 我知道你有主意的 有你在家我也安心一点 好 今天赵顺也和我说了这事 刚好别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只会在村里等着分田地 顺便算一下专场的账目 也能帮着收到谷 你就放心好了 此时刘真芳叹了一口气 目光直视着儿子 有些担心地聊起了宋思源 这城里的姑娘也不矫情 是个好姑娘 是不是你和若兰 两人闹矛盾了 为什么这次是这个姑娘 陪你回来 若兰知道吗 她会不会多想 你这孩子 心底到底咋想的 我和若兰挺好的 她和二姐住在一起 我们隔得都不远 我们都在商量 在江城买个小房子 以后你们可以来江城住 赵国庆从母亲眼中 看到了疑惑 很快她就和母亲解释一番 你也是大人了 我也管不住你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拿主意 自己心底有感秤就好 宋姑娘是城里来的客人 我们要好好招待 天也不早了 你早点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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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